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D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种 长了六只脚和四条腿的鱼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这种怪物鱼到底长什么样 主角登场 两条金黄色的小家伙 拿出来看看 非常漂亮 接下来我们把带子打开 拿出来仔细观察观察他们 这两条鱼学名叫做美西盾口猿 是一种两栖动物 可以看到 它长得有点像鲶鱼 却长得四条腿 在头的后部长有六根外腮 非常像六只脚 它们属于古代鱼种 有活化石之称 所以爬虫玩家们 给它们起了个更加形象的名称 六角恐龙鱼 摸一下 这东西长得这么艳丽 应该不会有毒吧 嗯 有点黏黏的 给年语一个手感 比较奇怪的是 六角恐龙鱼终身处于幼体阶段 是两栖动物中很有名的 幼体成熟种 也就是说 它们在幼体阶段就可以性成熟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进行繁殖 如果它们也有法律的话 那岂不是个个都得进班房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